Hello 大家好 我是马克 欢迎回到马克时空 最近我讲了贝尔公司的未来直升机V280永机号和贝尔360不曲者 他们的竞争者就是赛考斯基公司和波音联合推出的SB1挑战者和S97突袭者 都采用了刚性共轴反转弦翼加推进螺旋桨设计 我这期我就来讲讲刚性共轴反转弦翼的特点 我在讲V280那期提到了传统直升机有速度限制 为了突破这个限制 贝尔公司选择了轻转弦翼方式 而赛考斯基则选择了共轴反转弦翼方式 共轴反转弦翼方式不是目前直升机的主流 种类也屈指可数 美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的共轴反转直升机 世界上也只有前苏联和俄罗斯的卡莫夫设计局 持续设计生产共轴反转弦翼直升机 并成为一个家族 包括大家熟悉的卡二七蜗牛反潜直升机 卡五零黑鲨武装直升机 卡五二短纹翼武装直升机 共轴反转弦翼的好处是 飞行稳定性比较好 便衣操纵 而且机身短 回转半径小 载纵也要多一些 另外 弦翼直径较小 可以节约空间 另外 因为没有尾桨 提高了生存能力 旋翼不需要挥舞脚 提高了效率 但也有缺点 倾斜盘控制系统非常复杂 发动机输出变速系统更为复杂 为了防止上下层旋翼出现碰撞或干扰 必须将轴承的距离拉大 降低了结构的安全性 无法做高机动飞行 还增加了油耗和雷达反射 卡莫夫直升机采用了柔性共轴反转旋翼 不过一旦上下挥舞的旋翼相碰的话 就会击毁人亡 所以卡莫夫直升机的上下旋翼离开很远 而且也不太能做高机动飞行 机身上有一根高高的转轴 高度和机身差不多 这样虽然因为平衡了旋转力矩 省去了后面的尾甲 但却增加了飞行阻力 最高速度不到400公里每小时 巡航速度也就是200多公里 为了扬长必短 塞考斯机设计的共轴反转旋翼主要是来提供升力 而高速前进的动力则是由专门的推进发动机来提供 1973年首次试飞的S69 采用了共轴反转旋翼加两台喷气发动机 最大速度达到了263节也就是487公里每小时 但重量太重震动太大 还有油耗过高的缺点 后来塞考斯机以5000万美元的预算开发了X2直升机 在2008年8月首次试飞 采用了刚性的共轴反转旋翼电传操作系统 推进引擎放弃了喷气发动机 改用了尾部的涡轮螺旋桨 以减少震动 因为直升机的蒋古阻力是叶片阻力的10到20倍 塞考斯机在X2上测试了蒋古整流罩 以减少40%的阻力 塞考斯机是有近百年历史的飞机老厂 2015年被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收购 塞考斯机1942年开始生产第一种直升机S47 也是世界上第一种实际投产的直升机 生产过众多著名的军用和民用直升机 而熟能强的包括SH-3海王 CH-53海中马 CH-53E超级中马 还有黑鹰系列等等 塞考斯机出产的黑鹰系列直升机 是美军使用最多的通用中型直升机 衍生出了众多型号 销往全球 产量超过4000架 为了替换已经陈旧的黑鹰 以及H-64阿帕奇和OH-58 美国陆军提出了未来直升机计划 分为通用运输型和攻击侦察型 塞考斯机的SB挑战者和突袭者X 都进入了各自类型的最后是非竞争 因为塞考斯机的这几款直升机外形很相似 为了分清型号 让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塞考斯机的研发路线图 从上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 塞考斯机就启动了刚性共轴双旋翼的研究 为了检验这项技术 塞考斯机公司先后打造了S69 X2和S97验证机 首先是1970年代的S69 算是共轴反转悬翼机的碳路石 然后是2008年的X2 空重2.5吨采用了刚性悬翼 是第一代技术验证机 然后在X2基础上进化成了S97突袭者 空重增加到5吨 是第二代技术展示机 2015年5月首次试飞 为了投标美国陆军的未来直升机计划 塞考斯机与波音联手 在S97突袭者的技术基础上 首先推出了中型的SB挑战者 双发空重13.6吨 2019年3月首次试飞 可以替代黑鹰直升机 然后又推出了突袭者X的概念机 竞争攻击侦察直升机 可以替代OH58和部分替代AH64 我先来说说S97突袭者 S97的刚性悬翼 靠的是符合材料的刚性 来克服悬翼在高速下产生的扭力 不仅节省了重量 还提升了直升机的操控性 让S97可以达到3G的机动性 因为采用了刚性悬翼 上下两层悬翼可以靠的比较近 没有了卡莫夫直升机 悬翼高高在上的感觉 看起来简洁利落 塞考斯机试飞员费尔 在2015年陆军协会展览上表示 S97对于任何的操作 都有非常优秀的反应力 而普通采用脚链式悬翼的直升机 一般会有反应延迟的问题 S97在机尾的部分有一个推进螺旋桨 这种设计在X2上已经获得了验证 证明了这种设计的可行性与优异性能 X2在2008年9月就达到了250节 也就是463公里每小时的高速 另外尾部螺旋桨设计 也能打散眼晴散发出来的热尾器 降低红外特征 减少被红外导引导弹锁定的概率 S97配备了一台与黑鹰相同的T700窝轴引擎 可以在有外挂状态下达到220节 也就是407公里每小时的高速 虽然比X2慢了一些 但仍比现代直升机快上一大节 而且S97的重量有5吨 接近X2的两倍 可以载6名全副武装的士兵 在两侧的武器挂架上 还可以挂载武器 像低运火导弹 火箭弹夹舱等等 如果去掉轴载和短翼的话 S97的速度将会更快些 甚至可以达到440公里每小时 由于传统的直升机 必须要拉升机鼻减速 或者是压低机鼻加速 这些操作造成了 实际层面上的诸多不便 例如在降落时 由于要减速而不得不拉升机鼻 这样飞行员的向下视野就会变差 不容易观察到着陆区 这对直升机本身或地面上的人员 都有一定危险 而且在下压机鼻加速的时候 同时会损失高度 此时必须提升节流阀来弥补高度 而S97在前进减速或者是后退时 完全不需要压低或抬高机鼻 这样的话 飞行员就可以在一边压低机鼻 目视着陆区 一边用螺旋桨减速 或者在不改变抚养角的情况下 加速与减速 例如在传统的俯冲攻击中 直升机势必会因为压低机鼻而持续加速 尽管能透过攻角来控制前进速度 但程度极为有限 而S97在压低机鼻攻击的过程中 飞行员可以保持不加速的状态 完成整趟攻击 或者是放慢速度 让飞行员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决策 而这些都是目前直升机无法做到的 师傅员费尔还表示 S97即便完全不依靠推进螺旋桨也能安全的飞行 没有螺旋桨的S97性能大约等同于普通的直升机 也能达到150节也就是270几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因此推进螺旋桨在命中后即便不能工作 也不会危及飞机的安全 而传统直升机尾部的反扭矩尾甲 一旦被命中就有失控的风险 SBE挑战者是GE-X2和S97研发而来的 因此有许多相似之处 空重13.6吨悬翼直径为15米 比早期的S97大了一倍以上 SBE机头部分为驾驶舱 可以容纳4名机组成员 其中2名飞行员 2名为作战人员 驾驶舱后面是一个成员舱 可以容纳12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或者是货物 SBE从尺寸与运用弹性 都与现在的黑鹰直升机更类似 安全性能可能会比轻转悬翼机来得高 因此即使造型与科技程度较为传统 但也比较稳健与成熟 同样具有竞争力 因为陆军对未来直升机的要求是 负载能力更强 速度更快 航程更远 需要超越目前的黑鹰直升机 对于SBE这样共轴双悬翼直升机来说 最大的挑战就是控制重量 其次是巡航速度 由于刚性共轴双悬翼采用了五角式设计 而且蒋液的刚度非常高 这就导致了它的等效挥舞偏执量超过50% 这就意味着悬翼传递到蒋鼓上的力矩相当巨大 由于上下悬翼是共轴反转 等于是把这个力矩翻倍了 要承受住这样巨大力矩的蒋鼓 重量也远大于普通直升机的蒋鼓 而且共轴双悬翼还需要更为复杂的操纵系统 再加上尾部推进螺旋桨的传动系统和操控系统部件 另外为了克服刚性共轴双悬翼产生的巨大振动 必须要使用主动减轮系统 这些都增大了SBE的空重 控制重量始终是SBE必须面对的最重要问题 黑鹰直升机的空重比大概在57%左右 而S97高达68% 对于SBE的期望值应该在60%上下 对于速度问题 SBE在今年5月测试的时候 已经飞出了230节 也就是426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距离目标的250节 也就是463公里每小时已经不远了 而且也测试了吊挂5300万货物的飞行 SBE目前使用CIJ47直升机的T55涡轴发动机 这种发动机的油耗比较大 塞口斯基目前正与合作厂商开发全新的FATE涡轴发动机 可以让SBE的战斗半径达到要求的424公里 SBE的主要对手是贝尔公司的V280 虽然SBE的进度比较落后 而且巡航速度也明显低于V280 但SBE的低速和旋径性能更为优异 而且更适合于在狭窄空间 例如在满部高楼的城市或者在丛林的作战 美军在2020年8月 与塞考司机公司签署了价值1300万美元的合约 用来完成突击者X进入下一个研发阶段 突击者X作为一个候选者将与贝尔360 竞争美国陆军未来攻击侦察直升机FARO 突击者X延续了S97的基本气动布局 但作为侦察直升机 另外进行了众多雷达和红外隐身处理 以增强战场生存能力 突击者X机身表面平滑 没有突出的感测器 武器短翼和天线 机身两侧凸起的棱线 也能起到降低雷达反射面积的作用 GP下方的20毫米机炮炮塔 在不使用时还能够向后旋转180度 以隐藏炮管 突击者X采用一台3000马力级别的 通用电器T901涡轴发动机 发动机的排气也经过了精心设计 狭长的排气管被隐藏在后机身左侧零线内 利用悬翼下洗气流迅速降低排气温度 减少了红外辐射 这种设计最初在塞考斯机的RAH-66 科曼奇上使用过 与S97相比 突击者X重了约20% 起飞重量达到了6.35吨 但悬翼直径不会超过12.19米 以满足美国陆军提出的城市作战中 在建筑物之间穿行的要求 正是这个要求导致了贝尔放弃了轻转悬翼机方式 推出了常规系统布局的贝尔360 突击者X的并列双座驾驶舱之后 有一个大型内部的武器舱 可以容纳导弹和无人机 所以不需要外部武器短翼 赛考斯机的刚性共轴双悬翼构型 与轻转悬翼机到底哪个能胜出呢 还得需要几年才能看出端倪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希望您锁定我的频道 我会带给大家详细的航天军事的消息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请记者 vanity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